那一晚我们以冰雪为美 向世界发出邀约 2022北京剑 双澳之城 我们忘不了从中轴线走向鸟巢的不眠之夜 漂亮 中国队赢了 我们忘不了运动剑而闪耀赛场的精彩瞬间 现场的中国观众已经沸腾了 当奥运的胜火再次点燃 当冬奥的梦想进入北京时间 当三亿人参与冰雪 从远景变成现实 成梦出发不负热爱 冬奥之约第二季燃情升级 夏澳冬奥金情凤撞 八大项目沉浸体验 国际联动文明复建 冰雪有我立下志愿 让我们共赴一场冬孟之约 各位好 我今天是同一位独家冠名播出的 冬孟之约第二季 奥运品质暖在冬日 本节目由连续17年奥运品质值得信赖的 一例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特约赞助播出 联通5G大国实力 各位好 我是这个节目的首席主持人 首席内容官 首席运动员 大家好 我是陈稍根 大家好 我是冬孟之约首席冰雪推荐官王萌 请到手取胜 好 王萌冠冠 看直到王萌 好的 拜报了 王萌冠冠 追后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 在四年一届的冬奥会 被免五百米冠军的人 本次春歌华冬奥会实现了大蔓冠 三冠王终于诞生 我们每一期节目 都会请到冬奥项目的专业运动员 也会请到夏澳的运动员 也会请到冰雪项目的爱好者 然后大家一起来体验冬奥的项目 感受冬奥项目的乐趣 了解冬奥项目背后的故事 和大家一块让更多的人知道 冬奥项目的巨大魅力 好啊 叫人吧 行吧 谣人吧 请上我们今天的冠军 和我们的嘉宾代表们 来 跟我们一起体验 欢迎六位 成为了新的大两贯球组 张尼科打起了一个最大特例 战维森 漂亮的球 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就是打出了 数据乒乓球几桩赛 最精彩的一个球 没错 打他成功 几桩赛 现在张尼科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浩 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韩晓婷最终就是以9比6的比数 几桩赛 几桩赛 依旧是保持一个全胜的纪录 黄球 漂亮 漂亮漂亮 2007安利北冠军 中国球团指标球星 九球天后 潘晓婷 大家好 我是蔡居坤 非常开心第二次来到东盟之约 咱们让大家先跟各位打一个招呼 好不好 咱们从技科这开始吧 来 战场的冰选项目是 冰上乒乓球 什么都不太擅长 冰上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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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婷 我觉得跟球有关的应该都还可以吧 你听人的这个 和球有关的都可以 冰上抬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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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我们今天请来了如此强大的队伍 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体验冰湖的乐趣 更主要咱们得了解了解到底什么是冰湖 让我们今天请来了如此强大的队伍 我们首先欢迎一下冰湖的世界冠军 大家好 我是冰湖世界冠军周延 这个角度做得真好 南非 周延 2009年世界女子冰湖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 中国女子冰湖队 大家好 我是西小乔 我是北京大学冰湖队的女队队长 大家好 我叫李欣 是第一代表冰湖人 也是最早的冰湖教练 继可你们运动员在对这个地方应该感觉更不一样 像鸟巢啊 水立方啊 我说实话我第一次站到这个位置上 水立方没有进去过 鸟巢进去过一次 所以说今天借这个冬奥制约的这个机会 第一次站到这 我们其实站的这个位置特别好 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北京中轴线的延长线上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 东边 鸟巢 西边 水立方 水立方在冬奥会的过程当中摇身一变 就会变成冰立方 冰立方 北京是2008年的奥运会 然后也是2022年的冬奥会 所以它呢是成为了北京成为了世界唯一座双澳之城 双澳 感觉到天气很冷啊 但是呢我内心是依然的热血澎湃 我觉得在这个氛围咱们也准备开始吧 走吧 站的时间也很长 喝个奶 喝一杯暖暖的一粒纯牛奶 让自己整个的状态暖起来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次的冰湖体验 好的 好吧 走吧 走吧 让我们去 暖暖的一粒纯牛奶 暖 暖 暖 走吧 走 您好 用身份证就能实施测温并察言健康宝 体温正常 现在中国联通已经实现了所有冬奥场馆的5G线号全部盖 为北京冬奥保驾护航 来 各位朋友们 欢迎进入冰湖场地 哇 这也太震撼了吧 哇 我第一次踏入冰场 这场地真大 对 叔叔看着 这是我们冰湖的训练场地 这块的场地是有5条道 冬奥会和室女赛的场地它是有4条道 我们每只冰湖的话差不多是有40斤 冰刷也都是进口的 在这里让大家能体验到专业的冰湖像 冰湖它最早起源于苏格兰 它是一项贵族的运动 哦 直到95年左右才引进到中国 哦 其实冰湖是真的是很小众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场地冬奥会之后就会开放给市民 助力3亿人上冰雪 所以我们将会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把专业的冰湖场地开放给市民 让市民来体验这样的项目 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的三代冰湖人全都聚在这里了 李老师是什么时候 我是98年开始学冰湖 那会儿学冰湖人特别少 特别少 那时候我们冰场里进了一排整空车 人家随着整空车送了一台冰湖的设备 这就开始学这个 然后第二代周延他们这一代可能就厉害了 他们就是在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当中 是我们中国冬季的第一个团体项目的奖牌 李老师是第一代练的 那我们就是第一代的专业运动员 对 09年拿的是你才冠军 对 09年 体育最高荣誉的奖是最佳团体 他们拿的是最佳团体 所以非常非常厉害 那小乔呢 我是2019年才开始接触冰湖 我们应该算是高校里面 第一代接触冰湖的这种大学生 我们由首都高校大学生冰湖锦标赛 已经举办了四届了 所以你是整个北大的冰湖 现在是什么水平 现在是首都高校大学生冰湖锦标赛的 包揽冠亚季军的水平 我一步就这样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说这个真的 这三代人都有自己的 对都有自己成绩起落成绩 说了这么多 咱就开始咱们今天的体验吧 三天把队分了 好的 好的 来吧 用最国际化的方法 蔡丁可吧 嗯 请 来 试试周载上真正的技术了 干了这杯暖牛奶 就稳了 来 三二一 蔡丁可 这个不用想了 这我必须认 你每次都这个吗 不是 那你每次都这个吗 行 那你挑 那我就 小婷 这是我基于什么 他们都说台球好 这叫手感 蔡丁可 你真不变吗 你真不变啊 不是 张老师你这一把不赢啊 就是啊 困困困困困困困 我们第一个体验项目 非常好 从基础做起 从基础做起 我们第一个体验 非基础做起 从基础做起 从治兵开始 各位 我们现在移动到A道 我们去治兵 走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 特约赞助播出 联通5G 大国实力 咱们第一个体验项目 打点 打点 因为第一个体验项目 其实是和刚才我跟大家聊到的 和治兵有关系 来 让我们欢迎 专业的治兵老师 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 欢迎 欢迎 我是兵力帮的助理治兵师 也是这块场地的治兵师 冰湖专业里面 打点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它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环节 冰湖打点 是治兵工作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治兵师打点 是为了减少 冰湖与冰面的摩擦 水落在冰面上 凝结成小冰粒 缩小冰湖的湖底 与冰面接触面积 使冰湖速度加快 冰湖打点时 治兵师会背负打点湖 沿着场地中线 快速后退 手臂通过左右节奏摆动 将水撒在冰面上 在打点的过程中 治兵师也会被自己所撒出的水淋湿 往往打点工作结束 身上也已经湿透了 冰湖赛道长约45米 治兵师每次打点工作用时45秒 误差不能超过一秒 你是做这个做了多久 刘焕 我是专门学习这个的 从大学时就学这个 大学大学 有这个专业啊 对 冰湖打点专业 不是 就是冰湖专业 我的老师基米是国际五级治兵师 他是世界上等级最高的冰湖治兵师 在中国冰湖治兵师的发展 和冰湖运动发展一样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国内从早期没有专业的治兵师 到现如今冬奥治兵团队里面 集大多数的中国面孔 我国治兵师团队已经出具规模 并且面向世界走在了国际前列上 现在请大家来体验一下 开始吧 开始吧 准备好 准备好 二 一 开始 非常好 节奏可以快一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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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稳的他不这么跌 因为我们需要手脚配合 脚走的速度和手的速度 如果能配合起来的话 可以做得更平衬 而且跟头是平的 如果你往下甩的话 它是甩出来的 全部的水都在你面前 可以 可以 三 二 一 收 好 非常好 可以 三 二 一 开始 甩起来 老师我的速度可以吗 非常好 手脚配合 我觉得两个各有不同 你那个真相是在冰上跳舞 而且还跳舞看着 冰湖打点有要求 第一次打点打的是凉水 因为凉水和热水的凝结速度不一样 因为凉水它劫得慢一点 它就趴下去了 如果说它热水的话 它劫得快 它落下是一个圆的 相当于要在两种的基础上 做一个叠加 会让这个麻面的一个点 会更多更均匀 准备好 三 二 一 收 好 非常好 你为什么就是会喜欢这个 致兵师这条路呢 你像比如说我们当运动员 可能我们就觉得 我们共同的都是这种 就是国家荣誉 至高无上嘛 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认同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致兵师 你觉得这个有什么认同感 如果冰湖想出成绩 我们得练 但是冰湖的场地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有好的场地 运动员才可以练出好的成绩来 国内目前的话 冰湖的起步比较晚 我们致兵师 缺乏顶尖的致兵师人才 目前为止 中国国家对请的致兵师也是外国籍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做它的话 我会 对我们中国的冰湖事业发展 会有很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刘桓给我们普及 打点的这些基本知识 因为致兵俄打点 有的时候是 我们看冰湖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它是备赛的内容 但是在这幕后也一定有无数的人 像刘桓这样的 默默无闻地为冬奥会 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 但是又极为专业的努力 才能够保证一项赛事 成为国际顶尖赛事 我们的第二项体验 需要大家换鞋 好 这太人性了 里面有毛鞋垫 它天天站冰场上 别太暖和了吧 这个底厚 这左脚是滑的 对 左脚是滑的 我们不下一回目 坤坤可以 那我滑冰挺像的 我真的得说 蔡英坤走得好 你不能像我 我试试 不敢动了 既然在冰上不能拉着 不能拉着 拉着俩一块出来呱嗒一下 你可慢点 坑不着 直接屁股着地 没事了吧 有点木 先上边上来 这个先得慢点 我直接飞起来吧 也没有飞起来很高 上微博参与多梦之约话题互动 为你喜欢的冰雪运动打call 马上我们要体验的叫冰刷 来 这个冰刷一把得多少钱 一把现在最好的冰刷得三千多 它这个全碳纤维做的 你们最早是用啥样的 第一袋冰刷是什么 就是调肉 扫的冰雪 因为这个项目在室外 后来进了室内以后 改成棕刷 因为制冰技术不太好 室温和它的湿度掌控不好 它有一层冰霜 用那个棕刷刷到霜 棕刷 现在我们用的就是板刷 最先进的 碳纤维制成高复合材料 弄着一面 既筋膜又不爱湿这块 所以这个怎么就一刷着 它就能改变冰湖的路线 这个给我们讲讲 它刷冰它是增加速度的 扫冰整个一个场地的话 世界强队就是男子增加2到3米 那我们女子就差不多是1米5左右的一个距离 冰湖的速度越快 它走的弧线越直 速度越慢 它走的弧线它越大 这么一说就能理解到 它们在投手投出去以后 为什么是投的人去控制这个刷的人 都是这个地方喊 猜猜猜猜猜猜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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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Hurry就是扫冰 Hurry就是快点 可能它就需要下线了 那么通过扫冰 然后让它增加速度 让弧线走的直一点 其实它是off 口语简化了 就不扫了 还有一种就是清洗 清扫前面 你看这个场地就有点脏 我得把这脏东西 然后清扫走 因为就是弧 它的硬 它就这一点 接触面就这么宽 就一圈的这块 这弧都是一样的 对 弧是一样的 不用自带弧 不用 图联规定 只能用苏格兰的弧 自带刷吧 对 刷的是自己的 你们三个给我们示范一下 我们就知道一会儿做些什么 就是手 哪个手在下面都可以 扫糊前面 那我碰到糊了呢 这糊就是违规了 脚的步伐就是 戴着血套就要插布了 是这样吗 对 往前 这刷往下点 这手往下点 这手往下点 这手再往下点 各三分之一 这么难有劲 这两手分开 这手放这 是这么难吗 对 好 插住了 走 这感觉跟打球还有点像 你在里面找到了打抬球的感觉 对 你是虎口 虎口会更轻松一点 小婷子这样插的 手一这样 这样 但是就刚才您用力刷的时候 其实是不呼吸的 是屏住呼吸的 要屏住呼吸 不呼吸吗 一直都不呼吸 呼吸 关键时候能顶得住这口气 对 他们说心跳180了 对 还是我们队长扫好 重心都压上了 干什么想什么 真的吗 我抓队狼 什么呢 那能再重夸我一下吗 干什么想什么 真棒 真棒 大厦都走不去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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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鸭故 кап frå 都利用大道场地 我们再上它画一个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在哪 走来走去老走一个地方 就是一勾 永远那勾它停不平 冻上冰以后 那胡往那扔 谁扔进这勾里谁赢 把这地儿给占上了 把这地儿给占上了 我们一开始没有鞋也没有板 就塑料袋套在脚上 练几次以后 然后就是有那种板 不是这样鞋 就是光是板 当然没有这个板好 很薄的那样塑料那个板 然后我们就踩在那个上面 然后就滑 我们是自己贴尼绒板 冰你要不行 鞋要不行 那只有靠自己实际努力地去训练 但那不错了 现在咱们用的东西越来越好了 北京现在已经有了 很专业的冰湖场地和设备 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参与到 冰湖运动中来 特别感谢那个老一代的冰湖人 就是因为有他们开始关注这个项目 并且一直这么坚持下来 我们才会有世界第一这样的成绩 全世界顶级的致兵师都说 我们冬奥会的场地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场地 最棒的场地 其实也是我们对冰雪项目 对冬奥项目 中国所摆出来的一个尊重的态度 对 我们自己家门口 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 作为一个体育人 真的非常自豪 正在这个年代非常有幸 我们最后一项体验 战术 这个战术就是你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湖留在那 把别人的给击打出去 咱快练这个了 所以我们为此专门请来了 更专业的老师 来给我们做整场的技术指导 让我们欢迎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 您给我们说说 冰湖我们中国的杀手锏是击打 击打 所以我就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击打给大家能带来的冲击和体验 那我们这个击打有没有个难度层次的递进 肯定是有 那第一阶段是 在介绍击打技术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冰湖如何得分 冰湖场上有条红线叫前置线 在这条线之前 运动员必须完成出手动作 把手中的冰湖投掷出去 每队8只冰湖 两队共16只冰湖 两队交替投掷 在场地对面有一个大本营 比赛结束后 距离大本营原新同颜色的冰湖 有几只最近的得几分 这就要用到击打技术了 击打 简单可以分为单一击打双飞和传击 单一击打是把大本营里对方的一只冰湖打出去 双飞是打两只冰湖 投出的冰湖打中A湖 利用分离角度再打中B湖 传击是两只或两只以上的冰湖 投出的冰湖打中A湖 然后A湖再打中B湖 咱们这样 反正就是这么三个层面 单击双飞和那个传击 对三个点三个升级 对 行 行 开始 干干干干干就完了 老师 您那块好了我们就随时开始 现在就可以了 就是冤心的一个球 好嘞 来 两队 做好准备 好的 好球 这球不在 本来那么重了 没有 没有吧 这球你打着的 来了 没出去 留在那个蓝线上了吧 对 两个两 这压力太大了 对 没事 心太低 好 好 我们的第一击已经出来了 来请对方做出第一次击打 好球 一点 一点 就一点 来吧 这个 没有 差一丢丢 来 继续 好 好 我还要是 好 好 你还要是 老师 小了 但很直是吧 很直 没人给我擦一擦 李老师 李老师你去擦一下 我追不上了一下 能让我就飞过去 来吧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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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了 有了 想了吧 想 想 耶 哈哈哈 这个奥里面干不干了就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东梦之约官方微博和大家一起畅聊冰雪运动 在这个局势我们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 由王明玉和周延出战的那场中国对意大利的比赛 就是 现在这个局面 哦就是这个局面 一湖决胜父吗 对 来我们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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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可以 精确计算的结果 这就是担言 双飞我们派出的是谁 扎少岗老师 我来双飞 我来个双飞怎么样 行 我给你指挥一下 你告诉我打哪 打侧面 肯定打球是两个侧面 不是 你得先告诉我打哪 然后我还能不能打着两回事 小婷 你来 你给我讲一遍 你讲 老厉害了 这只要你能进脑里去 你从这边过去 大概是这个线路 因为这不是有一条直线吗 描左边这颗黄球的 很薄 右边一点点 因为球它是圆的 它是有直径的 你的这个球的左边 要擦到它的球的右边 才能过去 如果打后了的话 就会先碰到前面的红球 对 对 听懂了吗 懂是都懂 来 这个要拿吗 不用 拼了 拼了 可以 拼了 拼了 拼了这边 看这个凝重的表情 表情不那么凝重 参与也是一种胜利 有的时候其实考虑那么多 没事 回去别上火 有的时候时间 小乔 咱们是一队的 你为什么拦截他了 再给我布置一下打哪 你就打左边这个球这个位置 看吧 打左边球的内侧 打到那颗球的右边的三分之一 哪个球 描左边这颗黄球的右边一点点 你就打这条线 我已经得到了小婷老师的真传 我跟你说 王哥 你又给我讲战术了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冲动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关键 你打着就行了 我现在是这么小的 好不好 就是咱们谁打到了谁都厉害了 但是态度决定高度 你一定要奔着那个世界冠军的目标去 好 来 我跟你说打哪儿 就打一个很薄很薄的位置 要比刚才我说的那个再薄 你们相信我 你们说的东西我都知道 你看着啊 汪汪 你就是要打很薄 很薄然后他才 我这个打厚了 很薄他才能走得直 我现在说的是我要能打到那儿 然后再说薄厚 是的 朱老师 你说的这个道理很厚 知道 我就是 在这打着 就打呗 体验体验 来 我先往前 然后提臀 然后 王萌这可以 这个打得很好啊 你说他 谁帮我擦一擦 好 追到牛 追到牛 好 追 追追追 追追追追 这还有什么 朋友 朋友 哇 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我的理论就是 结合用的实践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体验 我只有一个需求 就请把我这一段 当场我人生跨向的风神之战 帮我无数式的传播回放 我就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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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就是这赛奥运会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得得赢得全世界的掌声 必须一代 本来呢 在这个双飞这个事儿上 我就没觉得我们能体验出什么 但是在周延在前面做了指点 小婷在身边进行了技术分析 对 最后完美的 谁能想到 咱们体验就能打出来 这是常态吗 是的 非常 实力在那 实力在那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体验的 叫做传机 对 传机 周老师 你也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传机怎么个机 其实就是所有的冰湖 就是打得准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自然点 就是你打上了就能打得准 有 就是两个球 然后它正好角度在那 你只要前面打上了 你就可以打 就是第一下是最重要的 对 来吧 我们试一下吧 我队派出的张继柯先生 黄李璇呢 黄李璇呢 再赶往旁边走一点就好 王盟队再次派出蔡徐坤 加油 从内心看到了一种希望 我就不信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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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中好难过 什么没中 我说没完成这个挺难受的 不知道为什么 冰湖看似简单的穿机 但其实非常难 专业运动员一定是经过无数次的联系 才能在奥运场上打出漂亮的绝杀 非常敬佩他们的意志里 我想这就是勇于苹果的体育精神 带给人的震撼 再次谢谢教练给我们布这个局 为啥布这么个局 在我们刚结束不久的 2021年的世界冰湖轮椅锦标赛 王海涛的最后一头 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这样的 还是绝杀 又是绝杀 最后一壶 对 就是中国队的杀手剑 哎 老二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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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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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球啊 好球好球 哇 这球 世界波世界球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今天的地赛 好 硬得好稳 今天 谢谢教练给我们 尤其是最后的两个布局 都是由我们中国的冰湖运动员曾经有过的非常非常好的表现 让我们这个体验更丰富 其实说到冰湖 冰湖真的是要讲技法 讲战术 讲谋略 叫冰上国际象棋 对 它很像国际象棋的这种 在一个棋盘上一个世界的闪转腾夺 虽然在最后的这个传击上我们没有人能够成功的打出效果 也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是体验者 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才能更加看到职业选手 打出来的这种精彩的专业比赛 这就叫专业的体育精神 享人默默辛苦的付出 所以在经过我们前面的体验之后 咱们来个团队赛吧 可以 可以 大家去排兵布阵 想一想 我们呢 马上大家各自去暖暖的备战间 去备战 备战结束之后 我们就好好地打一场比赛 也把咱们之前的体验得有个答卷吧 是吧 我们各位加油 3.2克优质蛋白加100毫克原生钙 暖着喝一粒奥运好牛奶 能量即刻满满 而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走 去哪儿 备战间 刚哥 诶呦 宇哥 你别起来 别起来 来来来 我听说你是受伤了 我把护具给你拿过来 你把这东西拿来 就证明江湖的传闻是对的 是什么传闻 宇哥 宇哥就是一个大暖男 谢谢 谢谢 我呀也不够暖 他最暖 一粒暖牛奶 是又暖又营养 一粒一杯暖牛奶 号召全民热爱冰雪 为冬奥蓄力 一粒提醒您精彩马上回来 一杯暖牛奶为冬奥蓄力 本节目由一粒独家冠名播出 一杯暖牛奶为冬奥蓄力 一粒提醒您精彩继续 好冷啊 喝一个暖暖的一粒牛奶 补充一下能量 暖暖的备战间 备备战 你觉得他们会是什么战术 我跟李老师 他们可能考虑的是 简单独的战术 十二种多分 对 所以他们最简单的战术 就是往营里投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往营里投 投一个就得一分 投两个就得两分 往营里投咱们就可以 击打 击打 对 我就喜欢击打 因为打 咱们滑得不稳 打得就不准 然后让他们多打 然后产生失误 就直打 只要你力量够了 不用加招 你能打招 就是冰湖比赛 就是比谁失误少 就是打了一 打一直线就不 我觉得说到战术 我们也不要光自己想 其实也可以查一下 你看这里有一些经典的排兵部阵 我连的可是中国联通的5G网络 每个场馆都配备了 应急通讯车双保险 有几千人同时使用这个网络 也能够实现24小时不减速 可以 还真快 还真不错 一会咱们怎么更排兵部阵 您觉得谁打一类好 咱们这个劲儿小的来说 我打 第一 您 要不就 我也可以打 你一类 可以 我二类 行 我应该再抢门出场 我打三类 行吧 我扶住 那你最后投 好 我怎么觉得说完之后 有点太随意了 没底的感觉 喝点这个 那一粒纯牛奶 特别适合冬天 冬天 身上也暖和心里也暖和 咱们的队名就叫暖暖吧 没有你 可以 OK 暖暖队 暖暖队准的出发 那我们起个队名吧 队长起一个吧 我这名可长了 我怕他们记不住 冰上联盟旋风组合 冰上旋风挺好的 也可以 我们的队的名字叫做冰上旋风 来 四位老师 喝口暖暖的牛奶 牛奶 放着 你退下 请 喝 暖牛奶 暖心不要激动 平静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来 旋风必胜 必胜 要鼓掌的对吧 对 要鼓掌 这个音乐就让我一下子梦回到了两年之前 就是我们参加全国女子大学生冰服真心赛 就那种仪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就感觉到我们真的是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要赢得这场比赛 风笛上有点像参加全国紧急赛 就像 想到了原来打冰湖的时候进展了一面 心血澎湃 我们穿上了一个队服 其实有一种那种重回了运动员的感觉 冰湖精神就是对我们专业运动员来讲的话 他就是一定要很光彩地去赢得每一场比赛 接下来我们就举行冰湖对决赛 首先介绍暖暖队出场顺序 灵活敏捷的谢小乔负责一类 紧随其后的是二类张绍刚 中国冰湖见证者李鑫负责三类 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负责四类 另一边冰上旋风队选择九球天后潘晓婷负责一类 短道速滑的王萌负责二类 三类是冰湖运动员周延 蔡徐坤则是四类 现在咱们呀都没摸过是吧 就直接咱们以得分为主就完了 赢了的话是先手 先手 对 谁赢 就是输的那方拥有优势对吧 先暖 那我们很可能体会不到后手的 是 有这可能 你只会你站在大本营上 大本营里头 好 你第一个球 让你们人如果搁点到站位 对吧 好 第一点 比如让他这个球 你想让他在这站位 从两边哪个点投都行 或者你就直接说咱站位 你们跟他怎么商量怎么来就行 我们俩扫兵 我们俩扫兵 对 济师组准备好 冰上旋风队一蕾 潘晓婷投湖 清了 太清了 差一点 呀 差一点 特别 特别 过了 好 好球 可以 漂亮 非常好 对着我这走 暖暖队一蕾 谢小乔投胡 加腻时间 别着急 大一大 轻了 这绝对是轻了 踩上 来 我来 一 二 投 好球 好球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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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粉丝肯呢 有粉丝肯呢 哪多呀 哈哈 哈哈 好 必胜 冰上旋风 冰上旋风队二蕾 王萌投胡 5 再拔吗 好 好 好 你都拿了 我们的太强了 太强了 好球啊 我觉得我们王萌队长 他是很霸气的一名运动员 他一直对自己的状况 都是非常自信的 必胜 冰胜 旋风 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种运动员的状态 张老师 他怎么走 你就怎么走 干了吧 这个真走不了 你就大力出奇迹 暖暖队二蕾 张绍刚投胡 家反了状了 有点劲儿偏大 要是他那个转是反过来转的话 才是有线路的 力量偏大 主要张老师这转加反了 你就大力出奇迹 冰上旋风队三蕾 周延投胡 这个应该不用擦吧 轻了 这绝对是轻了 不过 我得擦 night 不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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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 三个站一块 都对一起 没事 李老师 加油 加油 好嘞 暖暖队三磊 李欣投胡 我觉得大了 这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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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我去 不用我去 可惜了 那球没出去 得分的球 出去了一个 出去了一个 这个给震回来了 把你弹回来了 几颗 逮着一个打他 该坑坑了 对 我就说逮着一个打他 冰上旋风队四磊 蔡徐坤投胡 这回差不多 可以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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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 差一点 近是稳的 肯定是近了 去 去 出去 可惜了 但如果不擦呢 不擦也是一样的 他们最后一球了 季柯是吗 我头投 暖暖队四里 张继柯投胡 别着急 拦一下胡 拦一下胡 大了 红胡两分 柯柯 角度 线路都特别好 对 就稍微小一点劲 那也没用 动作好 咱们先手了 你看你说对了 别过去了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 投就行 冰上旋风队一蕾 潘晓婷投胡 好球啊 好球啊 别擦了劲太大了 过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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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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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快 好球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再来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好球 你站在底线后脑子 该我拉 太好了 这球 潘晓婷 你看你扔的这个球 香蕉球 你看都有印子 是吗 这个场地有点色 好 自己掌握力量 咱俩扫兵 扫兵站在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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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走啊 如果扫不了 就跟着胡走就行啊 暖暖队一蕾 谢小乔投胡 踩走 复利 给点力量 别停 别停 带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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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二三 换我嘞 再换我嘞 可恶 带离 真专业 不错不错这个 对对对 好球好球 对对对 好球好球 好球好球 起鼓张当 冰上献风队二零 王萌投胡 你过去 你过去 还行啊 感觉不用擦 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出界了 势大了 出界了 得分就行 暖暖队二蕾张绍刚投胡 这个力量是不是大 这个力量有点不大 还行 看他后面是不是要降速 不擦 要猜吗 不擦 不擦 一下都不应该擦 不擦 往上往也走 有没有 有效没得分 有效的 有效胡 就不会被轻走 你来几回 好 我去投胡 我去 准备擦边 冰上旋风队三壘 周延投胡 他这是自己擦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可以 可以 漂亮 可以 小婷那个那个第一个那个球 投的 不是那虎口太好了 我来了 李老师 尽客 尽客 暖暖队三壘李欣投胡 擦不擦 不要 我看看 擦 线路可以 开力量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我在前面 会擦 擦 来 顶线 一直顶 一直顶 哎 哎呀 有分解 他们的劲吗 我们的劲 我们的劲一点点 我们的劲一点点 冰壶烧冰的位置其实是很少的 如果精力不干净的话 很容易就因为这一个壶压到了脏的东西 然后它变现了 建你要靠这次出来 是 正一点就好了 我觉得还是按他自己的习惯打 现在临时改 怕乱 冰上旋风队四壘 蔡徐坤投胡 有点大了 大了 别 有点大了 大了 别 劲有点大 对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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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打那个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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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厉害了 不打 好强 太厉害了 可以 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好 暖暖队四磊张继科投活 小了 小了 好 这什么事儿 加油人没戏了 这是在节省体力了 什么结果 洪湖两分双方队长确认吗 我确认吗 确认 确认 好 好 洪湖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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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队长签字 咱们起一个名 就是那里 基本是可以 冰上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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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觉得我们对胜出的原因 可能就是更有活力 更有激情吧 再就是可能体力比较好 比如说像我和这个蔡徐坤 我们都属于好奇宝宝 你在自己还没有体验过的这个 冰湖项目里面 有那么一丢丢的成就感 就会特别上意 胜负我们看的不是特别重要 能在一块能推广这个冰湖运动 就是最棒的 一杯暖牛奶为冬奥势力 伊利提醒您精彩马上回来 一杯暖牛奶为冬奥势力 本节目由伊利独家冠名播出 一杯暖牛奶为冬奥势力 伊利提醒您精彩继续 本场比赛结束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冰上旋风队4比0 战胜暖暖队 冰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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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深澳成功之后 水利坊从可持续心的角度去考虑 希望这一块场地能够营造出 夏季和冬季的两个运动项目的 运营的模式 通过了五道六项工序的推进 由水变向了冰湖的一块专业的场地 冰湖项目对于场地的 闷疏的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场馆预埋了有400多个监控点 2100个传感器 智能化的调整更好的满图冰湖 场地对于温湿度的要求 在防疫的角度 场馆团队也采用串带体温天 他每三秒钟来进行数据的更新 在后台能够及时显示 工作人员他的体温的及时情况 在整个场馆运行的过程当中 为了更好的体现人温光怀 都是充分从农艺运队员的角度去考虑 从基础设施方面考虑 比赛的这个通道线路都是服务于轮椅的冰湖运动员 我们希望为全世界的冰湖运动员提供最高水平的场馆 呈现出一个最高水平的奥运会 欢迎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到北京到水地方 赛时的时候我们是面对观赛的观众 让他们在观赛之外来了解一下冰湖的项目 未来会变成一个冬奥遗产 去做可持续的运营 喝一口伊利奥运好牛奶 暖暖身子导回状态 相信在以后的冰上活动中 我们的队伍仍然可以取得好成绩 我们也用这个暖暖伊利好牛奶 来作为对我们冰上旋风队的祝贺 为了今天这场比赛 让我们一起干杯奶吧 好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特约赞助播出 联通5G大国实力 冬奥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这里是 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我们的运动员们取得好成绩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中国冰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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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坤可以 很快 好快 坤坤 Station 你看 男她人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